各位伊甸園的好朋友大家早 今天是5月13號母親節 今天要各位分享的是梅花的換盆 然後這一顆梅花 它的來源很特殊 這是去年家裡大哥他自己泡梅酒 去買的新鮮梅子所種出來的去年 然後去年他的梅子他做的篩選的時候 有好幾顆過熟他就將梅子交給我 然後我參考YouTube網路上 見狗兄分享的破殼法 將成熟的梅子的殼利用工具 鉗子很小心翼翼的將它破殼 取出了裡面的腫人 結果種人種在育苗的工具裡面 竟然順利的蒙發 之後再經過兩次的換小盆 結果長出了總共我有長出了三顆十生苗的梅花 那今天是107年的母親節 早上看起來這顆梅花的樹形 超漂亮 所以我想將它展換到梅子袋裡面去 然後我今天打算做的流程是 將這個盆子的這一顆漂亮樹形的梅花 移植到這個適當大小的梅子袋 梅子袋有一個優點 它可以長時間的種植在裡面 因為它的排水性還有它的土壤各項 都比較接近真正的地質 可是又方便移動 所以今天我打算將它移植進去 那首先介紹的是 我在這個梅子袋裡面先鋪上一層 田裡面帶回來的土壤 然後大概它佔了四分之一左右 然後接下來我還在旁邊調了一個盆裡的土壤 加購買的培養土 1比1的比例調起來 希望它能夠比較的透氣 然後也比較能夠透水 但是最底下這一層我希望它能夠保水 不要一下澆水之後所有的水都跑光 然後在這四分之一的土壤的上面 我打算加上有機的顆粒肥 那這個顆粒肥也要特別的分享一下 是有機領域的好朋友 定國兄所分享的台塑的永寶二號 然後它的成分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的成分是蛋鈴甲的比例是5 1.8 1.3 然後後面88pH6.6 那特別注意一下就是它蛋鈴甲的比例 蛋是5 0是1.8 甲是1.3 像這樣子的有機顆粒肥 它的肥效雖然不會很快 但是它反過來也是一樣 比較不容易肥傷 然後它的釋放的時間可以比較久 所以一般如果你不確定 你要使用的肥料對植物的影響 建議用有機的顆粒肥 比較不容易產生肥傷 造成你的植栽的死亡 那我現在要將適當的 你不用太多 放到這四分之一層 當雞肥 然後平分下去之後 再加上一點點的調配好的1比1的土壤 蓋過去 然後我稍微測試一下它的高度 嗯 差不多可以 然後再加 再加上 之後我打算將 梅花 從盆子裡面取出來 那取的過程有可能它的 土壤會有破的危險 所以動作盡量小心 但是我也沒有把握能100%成功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土的過程拍一下 然後壓一下 再拍 然後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的根系長得太漂亮了 因為在之前換盆的時候 我也加上一些適當的有機的顆粒肥 OK 那我們先直接 要把這個圖拿下來 希望它能夠盡量的保持完成 那各位也可以看一下它根系發展 好 不吹牛 非常漂亮健康的根系 十深秒的梅花 當然十深秒要撞到開花 會可能要很久很久 要好幾年 但是我把它當盆栽養 所以小心翼翼的放進去 動作太大 有可能整個土壤破掉 會有失敗的可能 但是我想今天這個狀態應該可以100%成功 好 接下來 當我調整好位置之後 我即將 在四周圍再加上調配好的土壤 然後有些時候在假日 幫這些 直沾 做換盆的動作 有可能在幾年後 或是一段時間 它就會回報給你 漂亮的 塑形或是開除很好的花 像昨天 因為一顆 骨頭茉莉 開花 而且 塑形完全是當初想要的 希望的 所以 今天早上 想再找一顆 你親手 栽種的 按讚 來做換盆的工作 然後經過討論之後 選了這一顆 十深秒的梅花 但是 要種到梅花 再強調一次 很久很久 所以 如果到時候 希望它早一點開花 我們還可以做一個動作 那個就是駕接 那只要合適的枝條 合適的季節 我有把握在合適的時間 將它駕接成功 那到時候 如果 還有機會的話 再跟各位分享 那今天 我換盆的工作 跟大家 就分享到這邊 喜歡我的視頻 可以點擊 分享 按讚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